教小孩说话一定要用碟字吗 这个有必要 这个碟字可以引起讲话的动静跟情趣 听说长吸奶嘴会影响语言发展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几乎都是含着奶嘴的话 那基本上你说话的机会就比较少 搔痒有助于语言发展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 他的结论不在搔痒这个动作 其实是在教大家应该要多多的 跟孩子有肢体上面的接触 奠定语言发展 压压学语最关键 所谓大只记忆碗题 小朋友压压学语一定会凑零呆吗 有没有方法帮助小朋友正确发应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多按宝宝说话 然后给他多一点语言刺激 然后也要多给他一点讲话的机会 大家给碗题是一个教养上面的一个迷思 千万不要错失了早期疗愈的黄金时间 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天类就是听到小朋友叫爸爸妈妈 下班的时候听到他叫一声爸爸 全天的疲劳都消失了 你的小朋友什么时候开始 喊出你的名字爸爸 大概一岁两个月 比较晚 我觉得蛮晚的 大家会问的是先叫爸爸还是先叫妈妈 先叫妈妈 因为我有听说 说先叫哪一个哪一个命会比较苦 真的吗 所以他先叫妈妈 比如说他肚子饿 或是他想干嘛的时候一定叫妈妈妈妈妈 妈妈他叫你去啊去啊 但是这个是可以训练的 然后以后就是例如说要 以后奖学费的时候叫爸爸爸爸 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刚刚Alan他提到说 一岁两个月才开始喊这个爸爸 他这个在同年纪的小朋友比起来 算是讲话得比较慢吗 我们平均大概是十个月大左右开始会 就是发出一些很像是字的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们的住院符号很好玩 就是bhbhbh 那其实最好发的是bhbhbh 那就是b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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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會不會擔心 對 有點擔心 像剛剛葉醫師講說十個月 有人十個月就會開始講話 其實我女兒牙齒長得很快 但是就是講話的時候 就是比較慢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比同年紀的小朋友 好像慢了一點 那時候就覺得有點擔心 會不會是語言發展有點問題 對啊 然後甚至連他的智力發展 都比較慢 差這四個月 家長比孩子還擔心好幾萬倍 好 但是語言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看到的是有意義的語言 就是譬如說 爸爸是有意義的跟沒有意義的 我們在臨床上面的評估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問說 哎呦 我不是說那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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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那些聲音喔 我說的是 他真的在對著你叫媽媽 跟真的在對著你叫爸爸的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那平均來說 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稱謂 這件事情 在十個月到一歲四個月 都算及格 都算及格 所以有時候 我们希望家长不要过度的担心 因为大家了解语言的程式 有一点还是过少了 因为在学语前面还有学语前期 学语前期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发出声音 是有意义的 譬如说表示他要吃饭 或上厕所都有可能 或慢慢表示他要吃东西 或者说他会有啊 表示他在生气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叫 学语前期的语言 这也算数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看得 再更广再更小 在这个讲话之前的 前面这一段时间 我常常请家长回去观察 还有我在临床上常问家长说 他玩游戏的时候或玩玩具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外星语 听不懂的 然后爸妈说有啊 但是都听不懂啊 但是我就会跟爸妈讲说 有 有是很好的事 没有的话反而是比较偏向发展迟缓 或者说是语言迟缓的那一个区块 所以我觉得不用操之过急 有的时候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孩子用很多很多的声音来代替语言 孩子用很多很多的知识来代替语言 还有孩子在讲话过程中 眼神会不会对焦 然后整个情感上面会不会传递是更重要的事 那像以Alan你的女儿来讲好了 当你听到她叫你爸爸的时候 哇这个有意义的叫 让你心情非常的愉悦 可是你在从小你在教她的时候 你都怎么教她 因为我跟我老婆都在上班 所以一到五白天都是给我老婆的姐姐带 然后我老婆的姐姐就是常常会教她一些东西 比如说吃饭饭然后喝水水或穿鞋鞋 为什么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我们教小孩都一定要用碟字 或者是说要用很激动的方式 说过来吃饭饭 过来喝水水 好嗨的那种高发度 这就感觉好像就是跟小朋友讲话 就是特别亢奋这样 这个有必要吗王老师 这个有必要 在过去网络上面有过一番论战 就是说孩子到底要不要教碟字 球球就说皮球啊 车车你就教车子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碟字这件事情 但是在美国很多很多的语言发展学院 发现这个碟字可以引起讲话的动机跟情趣 还有刚刚Alan讲的那个声调 就是球球来玩哦 爸爸回来咯等等这些东西 你提高的那些音调语调 增加那些很夸张的那些表情 其实是在刺激他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所以这是学语言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我记得我们在我们发展中心 在办零到两岁的宝宝课程 都很小哦你知道吗 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 父亲参与育儿越来越多 我觉得是好事 很多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带来 那我们就在等待的时间 还没有开始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在观察很多爸爸在陪他的小朋友在玩游戏 那我们就会发现 爸爸们啊多半都会玩的比较野蛮 比較high 比较而已 然後媽媽就在旁邊 幹嘛啦 奇怪 你不要弄到這樣子等等 但是我就會很雞婆 我就會過去跟媽媽講說 這樣子那個小朋友未來會比較會講話 因為有研究就發現 其實爸爸的互動 對孩子的語言影響力 其實是超越媽媽的 所以我們都以為說 母親長時間在接觸孩子 然後應該主要孩子學語的對象 我想學語言的對象是媽媽 我說不是 因為爸爸比較容易用這種 不同的聲調的玩法 比較容易會有情緒的 然後聲音也稍微比較大 玩得比較還知識比較多 會引起孩子學習語言的動機跟興趣 對 所以在0.2其實要這樣做 其實之前也有人做研究 但他比較是女生的聲音 跟寶寶自己的聲音 那他發現寶寶其實對寶寶的聲音 的那個注意力就是 女生的聲音更強 所以這個也許有一點是類似說 你的比較高一點的聲音 是比較接近小嬰兒的聲音 對 但是你換句話講 如果你是一個很低沉的男生 去跟他講話 他也許就 可能是比較有催眠的效果 有的效果 那網路的謠言爸爸 對我們來看今天的Miss Q 聽說長溪奶嘴會影響語言的發展 這是真的嗎 葉醫師 這是真的 長溪奶嘴 他了不起只是嘴型有影響 連講話都會 不過這有一個前提 就是要看他吸奶嘴的那個時間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隨時 不到20小時 就幾乎都是含著奶嘴的話 那基本上你說話的機會就比較少 因為你就是一個奶嘴在嘴巴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說 剛剛會講說會影響到嘴型 一般是我們大概在建議 兩歲之後就慢慢戒 那如果你還戒不掉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說他會有一點 類似有一點爆牙 那可能這一之後發音也會有一點影響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長心奶的話 他中耳眼的比例會比較高 所以萬一你是長長中耳眼 然後造成你聽你的一個影響 那相對來講 你在一些語言的刺激上 就會比人家少了一點 所以這個奶嘴的影響真的很大 對 那再來就是燒養有助於語言的發展 這是真的嗎 王老師 這是真的 對 燒養欸 是的 你們只是在跟他玩遊戲而已 對 你說對了 這就是因為玩遊戲產生的結果 因為在有一組是常常燒養孩子 然後去鬥弄孩子的這一群 跟覺得不要這樣玩 不要弄成這個樣子 其實燒養的這一個族群 做了更多很多的情感交流 跟眼神的互動 在燒養的過程中 你不可能沒有聲音跟孩子去做互動 你會有那種很愉悅的那種 哥哥笑啊 你怎麼弄成這樣子呢 你就會高很 不知道幾個八度 然後孩子的注意力就在你身上 然後孩子會回 回以那個聲音 來跟你產生共鳴 所以其實這個研究出來以後 大家他的結論 不再燒養這個動作 其實是在叫大家應該要多多的 跟孩子有肢體上面的接觸 譬如說有觸覺上面的 譬如說嬰幼兒的觸覺按摩 研究也證實說是有用啊 穩定他們的情緒 增加他們的語言發展 這個東西也是有幫助 然後另外呢 就是幫常常帶著孩子的手啊 去跟著音樂的節奏 去律動啊等等啊 這個都跟語言上面的發展上面 是有正向的相關的 他每次都說 我要出去撿一顆蛋 我要出去撿一顆蛋 聽不懂 我在說什麼 結果媽媽回來了 幫他翻譯了一半說 他是說我要出去捷運車站 可以 撿那個姐 嬰幼兒成長的過程當中 父母除了關心肢體的表現外 語言更是被重視的一環 到了一歲 大部分的孩子會說出諜字 但是男女的發展有別 小男生的語言發展 通常會比小女生晚六個月左右 也就是說小男生到了兩歲左右 可以用短的句型來溝通 都算是正常的範圍 小女娃的語言發展 總是比這個小男生來得好啊 就很奇怪 為什麼 這是不變的定律嗎 我們常常遇到的就是姐弟 然後就是爸來就是說 他姐姐這個時候 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已經很會講話了 那其實我們蠻常遇到這種情況 那這跟我們在就是性別上 就是我們常常女生的語言能力 本來就比較好 那男生的話是空間概念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有這個 先天上面的發展的一個優勢 對 就是各自擅長的地方不一樣 對 你看那個爸媽媽 常常就跟我們反應啊 就是兩個孩子吵架的時候 然後姐姐呢 爸爸問說怎麼了 你們幹什麼事情啊 然後結果姐姐就在那邊 都是他啦 他先搶我的玩具 還拉我的頭髮 然後最後還把我踢倒 然後你看我的積目散落一地等等 然後你就看到旁邊那個弟弟 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弟弟就這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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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我沒有 一直在那邊 所以就已經僵在那邊了 你知道嗎 所以男生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他的強項可能在那些肌肉 肌肉 運動 或者說是空間等等這個 女生呢 他比較容易把整個的注意力 跟整個的認知上面 轉移到語言上面去 跟人家的溝通 對 那這個溝通就會慢慢 慢慢自然而然 就會開始產生句子 所以兩歲 我們就講兩歲孩子的 女生的語言 就已經開始會有主詞 動詞 授詞 媽媽 給我堂堂 媽媽 我要抱抱好不好 可能就已經到 這樣的一個程度 甚至再更好一點點 可是男孩子呢 雖然兩歲以後也成句了 可是他會用他知道的碟字去串 譬如說媽媽抱抱 就這樣子 但他言簡易改 他已經做到他想要說的東西了 是缺了主詞 缺了動詞 缺了授詞 不知道是缺了哪一塊 但是他覺得他可以溝通好 他用簡短的這個東西 然後又很快的轉移注意力 到他的活動跟遊戲裡面去 所以其實語言上面的差別 我們在幼兒時期的時候會看到 可是根據研究 到了九歲之後 男女的語文上面的一些發展 就已經沒有差異了 對 所以不太能一直說 男生天生就語言比較弱 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灌著 因為其實男生在那個發展的過程中 他一直透過不斷的學習 跟不斷的訓練 來補強他自己這一個區塊 所以到了小學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像我就有朋友的小孩 小男生 他講話也是比較晚 但是他會大舌頭 而且很明顯的大舌頭 就是他會把舌頭 放在嘴巴鐵面這樣講話 那這個對以後長大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他會好嗎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們也看過一些案例 就有一隻也有一個阿嬤 帶著他的孫子來 就說他每次都說 我要出去撿一顆蛋 我要出去撿一顆蛋 聽不到 我在說什麼 要出去撿什麼蛋 那我下面撿一顆蛋等等 結果媽媽回來了 幫他翻譯了一番說 不是阿嬤 他是說我要出去捷運車站 捷運車站跟捷運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在發展年齡上面的一個差異 也就是說 孩子在購音的那個過程中 其實是嘗試錯誤 從錯誤裡面去發出正確的音 加了壺 加了壺 最後講出來是加了符 會慢慢的會去咬字或者什麼 成熟的時間平均來講 是在四歲半 把噼噴摩摩摩摩 到壹烏鬱 全部都搞清楚的時間是 購音成熟的時間是4歲半 所以語言治療師 會在孩子4歲半以後 如果購音都還不清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大量去介入 用什麼方式去介入 训练口腔 训练舌头的力气 训练咀嚼 或者是训练咬合等等的 去让他发出这个正确的音 那自己在家的观察很简单 只要你的孩子曾经有过 正确的音可以发出来 就是我讲说 你怎么叫加勒符 他都讲加勒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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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某一天 每一步要打到了 还讲对了 我就告诉你 他有那个潜能可以讲对 你不用担心以后是构音障碍 可是如果某个音呢 就随着年龄的增加 一直都出不来 譬如说 符的音 符的音 或吃的音等等 都一直出不来的时候 而且年龄已经很逼近 中班 大班 甚至幼小衔接的 这个时候的时候 就可能要请发展专家协助一下 但是有些小朋友 他是很懒得讲话 因为他觉得讲话 是好累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周遭有这个朋友的女儿 他就说他就懒得讲话 因为他觉得讲话好累 然后后来医生帮他检查 就说他舌头太短 他这个例如说 先天构造上面 会不会也会影响到 让他不爱讲话 或者觉得说讲话很困难 那怎么办 我们会看那个蛇系带 但是通常四个里面 九个大概都没问题 但是偶尔遇到他真的是 就是他舌尖出不了下嘴唇的 那那种的话就是可以 可能会真的会影响到他的发音 但大部分其实跟蛇系带 没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说以懒得讲话 或者是说 还有没有哪一些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 他讲话的一个情况 例如说像有些家长 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要双语环境 从小 大家可能一岁的时候 我就英语 国语 台语 可能日语全部一起来 这对语言的发展好吗 双语的话其实有两种情况 就是如果说假设 你今天是用双倍的时间 去教他双语 那也许是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样的时间 但是你一半是教中文 一半是教英文 那也许对小朋友来讲 他就会觉得说 有点无所适从 所以其实有人会讲说 其实双语没有关系 但是那种情况 大部分是他 其实是也许花了不止双倍 这样的时间 在跟小朋友互动 那如果说你每天都是 很少跟他讲话 那就是 那我就会建议说 如果你有学习这样的证 那你还是用单语的语言就好 我们现在的孩子 接触双语的时间跟量 都比我们以前还要来多很多了 那我们希望是 不要把play 就是玩游戏这件事情 当作learning 就是坐在那边好好学 或坐在那边看一个DVD 或者说是一定要有进度等等的 我们很不鼓励 在零到五岁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还是是透过这种方式 去学另外一个语言 那如果他是用不对的模式 去启动这个第二语言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话 那保证他到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比人家还要更辛苦 我鼓励的是 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譬如说 你跟他玩躲猫猫的时候 你就跟他 比咯咯等等这样子的那种结合 第二的语言进去了 然后孩子就会自然而然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会摔进去 对他就会学进去 那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的话 可以保证他之后在学龄之后 对这个语言是比较有感觉的 那比较有感觉自然而然 就会学得比较快 可是有一些孩子 他讲什么听不懂 就像王老师刚刚讲 他要去捡一颗蛋 原来是要去捷运车站 对 这个叶医师 这种情况 孩子讲的话 家长听不懂怎么办 通常是大概是讲 是两到三岁的时候是 大概你周围的人听得懂 他在说什么 对 那大概三到四岁的话是说 其实不是他的家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那其实是没有说 一开始讲就是 大家全部都听得懂 我们就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三岁半左右去上的 大概都是小班 去上小班的时候 其实小萝卜投进去的时候 老师都觉得说 反正就是在里面玩游戏 都不要管啊 结果你发现上了一个学习之后 有些孩子讲不清楚话的 很难融入 只好自己躲到那边 玩静态的操作的游戏 那爸爸妈妈想说 送进幼稚园里面去 可以跟人家产生互动 或模仿的效应 结果反而没有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还是要需要爸妈妈 稍微费心再多观察一下 比较小的小朋友 我们放比较轻松的 去看待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个学习 可是到了应该要有语言的沟通 的这个时间的时候 还讲不清楚 还唱铃呆 只有爸爸妈妈还在那边猜 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他的语言发展 他吃了好多 好多 你有没有发现 有开始重复的地方 他就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不会像那种一直看着一本书 然后一直念念到 他不知道焦点是在哪里 通过引导的方式 其实可以帮助小朋友的语言学习 王老师怎么做 我们通过游戏当中 就可以达到吗 OK 我跟我的老大 到目前为止已经讲了 400块500本的绘本了 我喜欢从书里面 跟游戏里面去引导他们的语言 因为你会发现在讲的过程中 他会很聚精会神 譬如说这本叫做 健康的小鸡查理 然后就会说 小鸡查理爱吃大麦 他吃了好多 好多 你看他那个声音是会变到 好多 好多 所以他有一个胖胖的 大肚子 OK 然后他就会 他就会这样 大肚子 然后他也会在那边跟着访说 肚子 小鸡查理呢 他也很喜欢吃很多很多的小麦 他也吃了好多 好多 所以他有一个很强重的大嘴巴 OK 加深他的印象 是 然后你看在阅读 亲子共读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这样我们继续把它往下翻 小鸡查理爱吃很多很多的鼓励 他吃了好多 好多 你有沒有发现有开始重复的地方 它就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不会像那种一直看着一本书 一直念念到他不知道焦点是在哪里 所以他才会有一个又尖又长的 什么 让他有所期待 再往下翻 大爪子 OK 然后他就想要来互动 想要来摸 然后你就跟他这是什么 他就大爪子 就会跟你一起大爪子 不过如果你以为小鸡查理呢 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鸡 那就错了 那你应该要来看看他的妈妈有多大 哇 哇 这就是鸡妈妈 所以他等于完全进入你那个情境里面 而且很有期待 对 那重点是把这一群学语儿的注意力 吸引过来了以后 然后把他的整个的注意力吸过来了以后 他会开始去模仿你的声音 观察你讲话的方式 方式 你怎么样卷舌的 你怎么样拉长句子 什么叫做好多好多 这些东西他都会模仿起来 他就会把它copy起来 就像一个水库一样 平常就在放水 需要沟通的时候呢 他就会泄洪出来跟你一起沟通 那最后想要问两位专家就是 小朋友在学习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禁忌 是最好不要做 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 他的讲话也讲不好语言也学不好 你业逸是什么 那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说 你什么事情都帮他做得好好的 然后也许他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你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然后很快帮他做好 这个常常会照常小朋友 他没有那个讲话的动机 他觉得说你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所以他就来的说话 其实我们蛮常遇到这种情绪 蛮常就是家长做得太好了 像那个公主跟仆人这样子 把他服事太好了 尤其是有那种就是外拥的 常常会有这种问题 我遇到最多的其实就是比较心急的爸妈 孩子不讲 对 然后他们会很急 为什么都不讲呢 我们也知道语言翻译上面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翻译词环 大概会有10%左右的那样的一个比例 那他们会很急 所以每天呢 就会像我们拿着绘本或者说是什么 可是他们教的方式不是很轻松 说啊这叫做这叫什么 对这叫什么 这个叫做鸭子 这叫小鸡好不好 对然后就会一直叫孩子说 那孩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动机的去翻 结果等到他发现爸妈妈在要求他要说的时候 他就会逃离 所以在这种 这种你认为孩子0到3岁都不知道 都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讲话的压力吗 其实都可以 他知道他自己不喜欢说 不好 没有那个说的那个能力 然后爸妈妈又开始越来越急 阿公阿嬷 这鸭子都要说了 现在还不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等等 就会那个家里面的气氛 跟家里面想要孩子说话的那个氛围 孩子其实都知道 所以我认为要产生智力或语言上面的这些智商 要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 真的就是像叶医师刚才讲的 要互动 没有真人互动 没有实际的互动 或没有那个一问一答这件事情的话 孩子的语言不会进入